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再讲一个 我们有多少的爵士音乐教师 爵士音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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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啊 我们加了爵士两个字 我们没有讲音乐 音乐教师音乐太广了 我们不谈其他的音乐老师 就讲爵士音乐老师 那很多人在教爵士 你看看外面的招牌里面会有 爵士钢琴 爵士吉他 爵士编曲 很多教爵士的 可能你在教爵士 那你是不是爵士老师 还是有一点问号 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下 我们有多少的爵士音乐教师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蛮严肃的问题 因为整个音乐 这个连带关系 有好的老师 有好的学生 这个没有好的音乐老师 那下面的学生就要好越难了 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少爵士 很多好的爵士音乐老师 一定有很多爵士 学生出来吗 这必然的 但我们缺少这个东西的话 一定就会受影响了 所以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多少爵士音乐教师 爵士音乐教师 爵士 请注意一下 我们没有谈古典 爵士 先我们看爵士精神 我每集都讲爵士 有个爵士精神 不是光是你会吹会弹会打 这个就叫 爵士老师 技巧是 所有玩音乐的人都应该 不管你民乐 国乐 民族音乐 西乐 古典乐 你技术灯永远是要求的 但除了那个之外 最重要你会有个爵士的精神在里面 那爵士老师也是应该如此 第一个创新 original 你能不能新做 orange 能不能新编 简单东西你要练习会编 简单东西练习会做 你会不会做八小节的什么东西 八小节的什么东西 你能不能编一个八小节的曲子 等等 简单的儿歌 简单的民谣 这个基本的老师 我想这些东西要 把爵士精神放进 创新 不要老师教的东西都是人家的 你会不会自己的东西 创新 第二个变化 你能不能把任何一个曲子拿来 重新 再写旋律 把现有的任何好歌 有名的歌 和弦拿来以后 重新写自己的歌 你再教学生 你能不能把原来的歌 重新配和弦 为harmonization 重配和弦 我想这是做一个音乐老师 爵士音乐老师的基本的料理 original 重新写作 orange 能够新编 变化的variation 怎么样 重新写旋律 reharmonization 这个重配和弦 那这些基本的功力 基本的功力 做爵士音乐老师的 要不然那就跟 叫任何传统的 这个音乐老师一样的 技巧 叫你吹 叫你拉 叫你弹 叫你打等等 那懂得这些东西 会这些东西 因为 自我很重要 improvisation improvisation 极心演奏 那这些都是爵士音乐 不可爽的东西了 哪怕一个小节好了 我们要练习这些 一个小节的创作 一个小节的编曲 一个小节的变化 一个小节即兴等等 然后两小节 四小节 八小节等等 甚至一个简单的曲子 到一个复杂曲子 那这些爵士精神 一定要考虑在内 才能够叫做JS 的老师 好了 我们又来一个评比 我建议的 爵士教师的评比建议 你如果是要做爵士老师 应该有这些 还是这样 甲一饼三种 四十五分 三十五分 二十五分 然后呢 你的教学 我选了三样 上个最好的四十五分 有教法 那当然老师大部分 都有教法了 这个很重要 有教材 有的人有教法 没有教材 然后有观念 那这个更重要了 你这些给学生观念很重要 给他教材 参考东西 然后给他方法 那个你自己的专业 很棒 然后这些东西有好 那是假上 就是 那假中的话呢 就是有教法 有教材 但是没有什么好的观念 就是反正一直教 有教材给你 你一直练 这是 假中 假下呢 这个教法 连教材都没有 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 经验在讲 没有自己编教材 也没有用 引用外面的教材 反正就是 简单就是会这样教 那就是 那传统的老师大部分 都这样 很多那个 他这样这样拉 这样弹 这样吹 这样打 完全跟他一样 就这种 当然都是好的 因为他本身的专业很好 三个都打勾 都打勾 理想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 那差的也不错 因为他专业很好 这个做老师 专业很重 你连专业都没给 做老师的话 一代不如一代了 好 这个 一的呢 就是这个 专业没那么好了 但是他这三个都很好 以上 八十 如果以中呢 也不错 七十 以下 专业不是特别好 那只会这个教 教材也没有 观念也没有 这个就是有问号 虽然六十分 我们对老师应该要求严格一点 因为老师这个行业 跟一般行业不一样 做老师 应该要 要求严格一点 所以六十分的东西 我觉得要打问号 因为这个满分才六十分 好 那丙呢 丙上 我打七十分 还是可以了 就是他专业不怎么好 但是他 这些观念也很好 教材也收集了 教法也会了 等等 就是他专业 增加专业的知识吧 只好 那还是七十分 这个呢 六十分 我刚刚讲过 做老师的六十分 都应该打问号 因为我们希望 教师这个要求要提高一些 严格一些 所以六十分就打问号 如果这个专业不够好 丙 然后只会教 这个教材 观念都没有 那就丙下了 不及格了 所以这个 不算好的老师了 这个呢 有点问题 要上大努力了 其他就是可更好的 绝世老师 这是我的评比的建议 好 教法 那也许有的人很严厉 有的人很随性的 有人指引别人的 还有其他的 各种教法很多了 那这个太广泛了 不知道了 那你看那老师教法如何 当然最好是严厉而不到苛的地步 有的人太严苛了 也不好 随性的 不要随便的 随便的 太乱了也不好 那指引要有个指引正确的方向 你还能够 这个示范的例子等等 那其他你可以用各种的教法 就是你的教法好不好 你教材 你原作的 你用多少原作的 你用翻译的 很多翻译的 那制编的很重要 每个人的喜欢东西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编成自己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教材很重要 一个学校也是重要 学校最重要就是硬体了 但其实就是软体 软体就是这个东西教材了 老师教材了 那你图书馆里面 有的学校就号称图书馆 多少万册书 那就是你这个教材多了 我们一个老师也是 你原作的东西很多 手上手编资料 翻译的本也很多 自己编的很多 你是有好的老师 毫无问题了 你的观念 这三个观念 我特别介绍一下 Reasonable 合理 这是什么事情 合情合理 你现在有些东西 不大合理的 但是你强迫学生这样 强迫那样 这样不许 那样不许 那是否合理 所以做什么事情 合理很重要 Reasonable Reasonable就是理由了 有理由的 合理的 第二个 Practical Practical是实用 非常实用 你有些东西 不怎么实用了 那你偏偏让他练习干嘛 怎么样实用的东西 这个教学生 实用 合理 还有人性 Human Nature 很多人性化 那这些 是不是对一个老师 我觉得很重要 你教学生 把这几个要点 能够考虑的进去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老师 做很多事情不合理 或教一些东西 不实用 甚至很多的 这个教法 不人性 那这些都不是理想的 所以观念上面 应该考虑一下 正面的 鼓励了自我 要每个人发挥自我 发挥个性 这个觉神音乐 很重要的 你鼓励每个人 不要大家走一条路 个人 要个人的 启发 创新 你要这个 启发他 能够指引他 怎么样创新 这个与时俱进 很重要 我们实在在进步 你的音乐 你的什么的素养 都要与时进步 那这些 能够一个老师 能做这些事情 当然是非常正面的 观念了 做法了 教法了 都是非常正面的 他鼓励每个人 都有自我 能够启发他 能够创新 也让他每个人 能够与时俱进 这当然绝对是好老师 那这些负面的 不许多问 你就做了 就练 你还没练后 不要问 这种就是负面的 这种观念了 不谈课外 我们就讲今天课里面 课外的不谈 你问他 他也不知道 那这样不谈了 最重要就是 可能他不知道 所以他不谈课外 不许多问 这个不符国际 讲的东西到现在 跟国际不符合 这个就负面了 那不符合 实在也是负面的了 我们是现代人 任何东西 跟实在要吻合一下 跟国际要吻合一下 所以我们把负面 正面考虑 就知道 这个他的观念如何 这个老师的水准如何 然后你再来看一看 你知道多少的 爵士老师 爵士音乐的教师 爵士音乐的老师 你评比的结果如何 希望大家在网上 发表发表你的高见 那个教师评比呢 这个是我的建议而已了 如果你有什么高见 欢迎 这个题出来 让它合理 教师评比 欢迎大家上网 无论如何呢 大家共享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们好的老师 有百分之多少多少 渴的有多少 差的有多少 百分比 因为差的 百分一 渴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十 好的百分之七十 反正好的比渴的多 渴的比差的多 这个我们就是 非常好的这个成果了 非常好的环境了 反过来 差的 比渴的多 渴的比有好多 那我们的这个音乐教师 这个水平就需要提高了 因为我们音乐水平要提高 就是要靠老师了 整个音乐 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从老师开始了 我们老师是不是要 自我提升 那有很多的地方 要培训老师 老师自己要努力 老师越好 学生才会越好 水涨船高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我希望 我们这个音乐界 先从老师走手 不管从大学老师 中学老师 外面社会上的老师 教爵士的老师 大家自我反省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 自己努力 自己这个提升 那整个的环境 也应该大家 培养这个好的老师出来 就是好的越多 这个我们的音乐 必然会提升 如果差的比较多 那我们这个音乐水平就很难提升 大家好好想一想 是否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集是蛮严肃的一个问题 请大家多考虑 多想一想 我们有多少 绝世音乐老师 其实这个话 把它扩展一下 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师 都应该考虑一下 不只是绝世音乐老师 都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我所提出来的东西 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